臭宝又寄过来一个大箱子 一说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的话有都没听过 叫蒜香腾 我也没见过 先打开看看吧 他说是姜苗了 有的话 什么叫姜苗 这姜苗你可以理解为僵尸 对吧 可以理解为我大舅的植物银了 就可以想象成这种感觉 明白了吗 臭宝 一般的姜苗会是什么情况呢 植物上面 一般来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 比方说花盆太小了 或者温度不适了 又或者碱性过高了 营养不良了 它都会出现姜苗 咱们先打开看一下 这位花友的这个呢 没必要去过多的冻它 这个应该是温度的原因了 如果说温度过冷了 温度过低了 它也会不生长的 这个花友带来的这是什么呀 一个手提袋吗这是 打包 打包很用心呀 这位臭宝 浇的水不少 等着花友 这个一姜苗了呢 它就喜欢大量的浇水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不理智的 就用我大袖子一样 你比方说的植物银了 你给它喝水有用吗 没有用 你喝多了 这就尿窝的 明白了吗 植物银一个道理 到了没有用的 浇水是没有用的 浇水不能解决问题 不破不立 首先你要明白这个事 哎呀 这个土我看一下 土也没什么大问题 其实就埋的有点深 配土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埋的太深了 这位花友 然后呢 感觉没什么大问题 它正在长根啊 你看花友 它正在发心根啊 根系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长得慢了而已 不是说嘎了 不是说有什么 巨大的问题了 花友 你还是需要一定耐心的 明白吗 尤其是现在天冷了 这肯定浆苗啊 还有一个 你别拼命的浇水 浆苗里你别浇到水上 也是维持干了 在浇 不干你不浇啊 你得盖着这个点 它正在长根啊 你这个已经活了 这位花友 你这太心急了 就是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有的话说老黑 你这个能给它 来一个比较正确的食饭吗 是可以的 首先咱说一下啊 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花盆略微有一点点大了 因为这个根系 它不长到一定程度 它上面是不长的 很多植物都这样 花盆还是有点大啊 这位花友 我闻了一下你这个土啊 这个土虽然说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还用了肥料 你看见了吗 这个绿色的这个颗粒是肥料吧 是肥料 你用肥料干嘛呀 说过多少遍了 洗根换土 不要用肥料 你还用了肥料 它能长吗 你下面倒是很聪明 你垫了一些个树皮之类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的 很理智啊 但是你这个花盆 料不大了一点 我应该给你换一个小一号的花盆 花盆那尽可能小一点 你看到了吗 花盆 洗根换土不是不能洗 是可以洗 尽量的花盆小一点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至于像你这个 大量的积水污根了 对吧 你看咱给你操作一下 你用了树皮垫底 这个很聪明 咱们也可以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你可以用一些这种 发酵的松林树皮去垫底的 这个完全可以 增强透气性 然后呢 用老花盆的土 包包的垫一层 老花盆的土会更好一点 你那个土不是说不行 是可以的 一百分满分的话 你那个起码也有个七十多分了 已经是比较 良好的一个成绩了 就你的缺点 就是花盆太大 然后用了肥料 这两个是咱们遇到的缺点 更正一下 就比较好一些了 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你别想着用大盆 花友们 你记住了 一定用小盆 为啥呢 用小盆循循渐进的来 小盆的发根快 发根快以后呢 它的排水透气性也会比较好 它整体来说 它的生长周期会比较快 明白了吧 你就比方说 你现在应该上个班都费劲 给你配个三千亩的大院子 我的天哪 你养得起吗 你养不起 你上班都俩老师出门 不迟到吗 对不对 可能成为你的负担 植物也一个道理 先来小一点的 等它长大了 长壮了 再换大的 这个植物也就 简单的 我们就操作的差不多了 这个根系与它接触的比较好一些 然后呢 这位花友在种的时候呢 埋的也比较深 因为花皮比较大嘛 它会埋的很深 它这个土呢 总体来说年性是很高的 黑乎乎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年性很高 你看到没 里边有泥土 撕了大量的肥料 肥料用了不少 我一闻那个味 我都闻出来了 有一个安味 安了一般就含淡肥 比较多的 加来浇水 不要施肥花友们一定记住了 喜根换土 千万不要施肥 你等到它 生长了 长新叶了 开始了 你感觉它开始运动了 你再去 然后呢 咱们用一些杀菌药 再来一些生根叶 生根叶的话 这些老花一用的 所有东西呢 老花一都有卖 这个你们可以联系 我们家客服 进行购买啊 不买的话 你们也可以买一些别的杀菌药 或者家里面有的 就没必要多花钱 搅拌一下 然后呢 咱们重新给它浇一遍透水 之后呢 光照是正常给 冬天这个光照是不发晒的 你到夏季高温的时候要遮阳 春天的时候跟秋天的时候啊 也看一下光照 别太强就行了 光照是要晒 但是别暴晒 明白了吗 肥料不要给 一个月之后再说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人是一天吃三顿饭 你比方说 我大舅子刚动了种树之类的 他肯定得一天不吃饭 或者两三天不吃饭 因为我兰尾炎 我那时候我三天没吃饭 对吧 大夫说得放出屁来 你才能吃 是不是一个道理吗 你得让它长起来 你再给它撕肥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位花友遇到的缺点 希望花友们进行更正 洗根换土啊 包括养花呀 尽量的别去 犯这些低级的错误了 用大盆的撕肥了 用的土不透气了 明白了吗 希望这位花友花早日康复啊 等明年寄回去的时候 应该根系就长满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但是谁也不知道 山东的天气会怎么样 如果说连续一个月的降温 老花一今年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当然了 也是这个行业的痛点 成本高 没办法 希望花友们天天开心啊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一 白了 抽包 吃生的 我有一个年轻的 Kristi 打迫 XD